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聊一点轻松的话题 大家一定知道江子牙 江子牙在封神演义中那绝对属于特权阶层 因为他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权利 就是他负责封神 不管你是哪方阵营的神 最后都要轮到江子牙来给你定你的品级 定你的神格 天上的神组成的也是一个社会 同时也是一个江湖 所以他们也存在着官场 就跟地上的人的官场是一样的 说到官场的熟悉我这个频道的朋友们可能有所了解 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毕竟上学的时候那曾经做过历史课代表 而且也是语文课代表呼声比较高的人选 如果不是上大学以后不再设置课代表 那么我可能真的会以课代表为起点 然后慢慢的进入班尾 甚至是班长副班长 不过很可惜 谁也没有想到 我的官场的起点 竟然也就是我官场的终点 不过呢 在以后的时间里 我还是研读了几本最流行的官场小说 所以对官场的事情 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中国的官场分步级 局级 处级 科级 还有一个不入级的级 就是古级 天上的官场我想应该也和地上的差不多 分为步级神 局级神 处级神 科级神 不过呢 有一点和地上的人不大一样 就是在地上的科级以下的那个古级 有点不入流 也不算正常的官员编制 而在天上 这个级别的神 虽然说级别不高 但游水很足 因为他叫古神 江子牙也将这一位置 毫不犹豫的封给了一个出身于巴蜀之地的人士 他叫巴菲特 此时的江子牙可谓是微风八面 封神里面的学问可实在是太大了 同样是不及的神 那也有实质和虚质之分 即使是都是实质 那也有有水多的和没有水的之分 比如说生育之神 就会实时的得到供奉和香火的供应 而绝育之神只能是让人唾弃远离 不与之神会轻松的得到很多的献祭 而沙尘之身 恐怕就会让人静而远之了 这里面是远近亲疏利益有关 江子牙也一定非常享受这种掌握他神命运的时刻 那些等着听风的神 即使其中有不满情绪呢 那也只能忍着 不然怎么办 现在就是江子牙一个人说了算 你不想听风 那你可以走啊 不过你临走的时候江子牙可能还会给你封一个神 叫走神 终于是分封完毕 这时候的江子牙从座位上站起来 整一整衣冠 漫步走到了助神的面前 然后扑通跪在地上是纳头变败 挨个的给他们磕头 大家看看江子牙的画像 这时候就应该知道 那个高耸的额头是怎么来的 江子牙为什么要给他们磕头啊 因为很简单 在座的诸位不管是大小那都是神 只有江子牙不是神 他是人 人见了神自然是要拜的 江子牙确实没有被封神 据说是他的师父原始天尊曾经说过 江子牙不适合神仙的世界 让他干成这件事以后 赐他一生人间的富贵 江子牙是人却能封神 这叫神权人寿 这个词又让我们想到了一个相对应的词 君权神寿 由此我们不禁会产生一种联想 地上的君王和天上的神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 我竟天以礼 天还我以权 江子牙多少还是会有些情绪的 毕竟他自己忙活了这么半天 连个神位都没有得到 虽然说原始天尊答应给他人间的富贵 不过这时候的江子牙按史书记载已经是八十多岁了 他的人生还能有几年呢 很明显原始天尊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他就对江子牙说 说我可以让你长寿 你想活多久就活多久 活腻了 再说 而且等你死了以后 我在上面也会给你安排好一个位置 你放心 一切待遇都按照最高标准 就这样江子牙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个安排 他既能够享受人间的富贵 又能到天上得到万民世世代代的顶礼膜拜 两全其美 江子牙是最终的赢家 江子牙到底是活了多大帅数 这始终是一个众所纷纭的难题 这件事情也同样难倒了太史公司马迁 因为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史学的范畴 而进入到了数学领域 这就让文科生司马迁感到非常的烧恼 最后他也只能说盖太公之族百有余年 也就是说活了一百多岁吧 至于是一百零一还是一百九十九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 据史书明确记载江子牙是在周康王六年去世的 也就是公元前1015年 在周康王之前是周成王在位37年 在周成王之前就是他的父亲周五王在位17年 所以从周五王到周康王六年 这就已经是60年了 如果再加上江子牙最初辅佐周文王的九年时间 那就是69年 所以江子牙总共辅佐周朝是69年 那么他又是在什么年龄开始辅佐周朝呢 在这方面呢 魏辽子和荀子都有自己的答案 在魏辽子武艺中提到 太公望年七十 徒牛昭歌 麦时梦京 过七年于而主不听 人未知 黄夫也 这就是回顾江子牙服侍周文王之前的日子 那时候江子牙已经是77岁了 此外呢 荀子和西汉的刘相都提到江子牙是在七十岁的时候遇到周文王 那问题就来了 辅佐周朝前的七十岁 加上总共辅佐了周朝的69年 那江子牙去世的时候应该是139岁 如果他真的是77岁出世的话 那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是146岁 不管是139岁还是146岁 这在现在来说都是相当的高寿啊 如果是放在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极端落后的先秦时代 那这个年龄更加的令人匪夷所思 那么这个年龄是真的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 其中肯定有某个部分是搞错了 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江子牙是有儿女的 如果江子牙是在七十岁以后相周的话 那么他的儿女应该有多大 江子牙在相周之前是有过一段婚姻 也许也会有儿女 但即使有的话 古人结婚比较早 生孩子也比较早 一般人十四五岁结婚 十六七岁就有孩子了 如果是贵族的话 那可能时间更早一点 也就是说 父母与自己的子女年龄之差 差不多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 如果江子牙是七十岁相周的话 那么他的长女易江应该就是五十五岁左右 至少是五十岁以上 而易江最后是嫁给了周五王姬发 姬发那时候应该是三十多岁 国之储君又怎么会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呢 姬发的母亲是太四 历史上著名的三太之一 也是一个贤良的女人 没听说周五王缺乏母爱 即便说易江并不是江子牙与前妻的女儿 而是在他辅佐周文王以后再婚所生之女的话 那就更说不通了 江子牙不光有一江这么一个女儿 她还有十几个儿子 如果说江子牙活到了一百三一百四十岁 这种说法呢 我咬咬牙也能信 但如果你说江子牙在七十岁以后仍然整出了十几个孩子来 那这让我相信就太难了 我宁愿相信江子牙是绿巨人 也不能相信他能有这么强的生育能力 再有如果江子牙是在七十多岁辅佐周文王的话 那么牧野之战是在这十几年以后 也就是说那时候江子牙已经是九十岁上下的人了 我们再来看看江子牙当时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他的职务是太师 这个太师可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那个文官太师 那个坐在太师椅上的太师 或者说是那个荣誉头衔的太师 在周国的时候 太师是最高的军事长官 是带兵打仗的 当时周国全国的兵力总共有六个师 每个师2500人 每个师的最高长官叫师师或者叫师卯 而统帅六个师的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叫太师 武王伐赵的时候 周武王是总共调集了300至350乘的兵力 就是300到350辆战车 每辆战车的标准配置是30个人 其中甲是十人 三个人在车上 一个人负责驾驭车马 一个人负责射箭 一个人负责用长枪捅杀敌军 另外还有七个人是在车下做候补 如果上面的人受伤或者是战死 下面的人就马上补上 这十个人都是甲兵 也就是周国最精锐的虎奔军 而另外的20人呢 则是义从 是主要服务于这十个甲式的 所以每乘人员是30个人 300乘就是9000人 300多乘就是差不多1万人 这就是武王伐赵时期 周国出动的全部兵力 也基本上相当于他的倾国之兵 另外再加上那八个部落的1万多人 总共是2万多人的讨伤大军 江子牙就是这2万多人的总统帅 这个总统帅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与善官军就能把事情搞定的 江子牙这个统帅是真的要上阵厮杀的 据史书记载 周车350辰沉于木野 帝新从 武王使上父与伯夫制施 这里说的上父当然指的就是江子牙 是说武王让江子牙与伯夫一起制施 那什么叫制施呢 据史书记载制施应该是这样的 江子牙与伯夫驾着一辆马车走到阵前 对着对面的人喊 你瞅我干啥 对面的人说 瞅你咋的 江子牙说 你瞅我 你别走 一会儿看我怎么削你 对面的人说 谁不走 谁是傻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叫走神 当然了 这本古书应该是现代版的 而且是由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历史上真正的制施呢 实际说白了就是单挑 也可以说是挑战 形势可能有所不一样 但最终都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战斗意志 一战到底的决心 而且不管是采用何种方式 最终展现的都应该是一个永字 在周朝的时候是有专人负责 这个人呢 通常都是周王身边的侍卫 也是军中武力值最高的那个人 他被称为还人 在西周初年的时候还常有至胜之举 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这种方式呢就越来越少了 因为到那时候战争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进入春秋以后又是礼崩越坏 像至胜这种带点浪漫主义色彩的交战方式 已经不太适用了 不过呢也并不是说在以后就完全没有 楚汉争霸的时候 项羽就曾向刘邦提出要求 说天下之势就在于你我二人 咱俩不如单挑 当然刘邦不会接受他这样的提议 后来到了隋朝时期 当时隋军与突厥作战 突厥方提出建议 说两兵交战 这些兵足目无端伤损 还不如咱们两军各派一名大将单挑 谁输了 谁退军 于是隋军就派出了军中第一猛将 他就是史万岁 突厥方也派出了军中的最强者 两人对决只一回合 史万岁斩其头而反 突厥军恐惧因而退兵 这个史万岁就是以勇武著称 号称隋朝开国的四名大将之一 后来很不幸被杨素陷害而死 这个史万岁不光是很能打 而且胆子还特别大 他得胜立功以后皇帝在长安赏给了他一处宅地 但这个宅地呢以前经常的闹鬼 在里面居住的人没多久就会神秘的死去 别人都劝史万岁这个地方咱不能住 但史万岁可不信这个邪 他不怕鬼 然后他就住进去了 果然到了晚上 这个鬼就出现了 这个鬼呀是衣冠甚伪 史万岁见到以后也并不害怕 他就问这个鬼 你是谁干嘛来了 这个鬼说我不是别人 我就是西汉时期的大将 樊快 我今天到您这儿来呢是想和您商量件事 我的目的呢就在您如措的地方的旁边 您每天不知道都吃了什么 那个味道确实是实在是太浓了 所以呢我想有一个不情之情 请您将我的尸骸呀 移到一个空气好一点的地方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史万岁一听 哦那没问题 我马上命人去以你的尸骨 不过呢我也要说你两句 你呀以前杀人太多 樊快说那些人可不是我杀的 他们都是自不而死 自己给自己吓死的 赖不着我 随后史万岁就命人将已经被熏得发绿的尸骨 移到了其他地方 当天晚上樊快就又来见史万岁 说非常感谢 以后您行军作战的时候 我一定在旁边帮助你 从那以后 史万岁没与敌人作战的时候 总感觉有鬼兵相助 这个故事呢出自于北宋的太平广记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 所以说志施的目的是为了震慑敌胆 同时是提升己方的士气 去制施的这个人应该是勇武过人 而且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诗经中有这样两句 为师上父实为阴阳 师上父指的就是江子牙 意思呢就是说江子牙在制施的时候 是像一只熊鹰在天空翱翔 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说江子牙到底是怎么制施的 他是杀入了敌阵跑了一圈再回来 还是就驾车在阵前驱驰一番 但不管是哪种方式 都不像是一个年届九十的老人能够做得出来的 大家可以想象 那时候的战车可都是实心轮子 没有任何的减震措施 那时候的地面也肯定是坑坑巴巴凹凸不平 这一路奔驰下来九十岁的老人恐怕也就散了架了 那还不满地都是江子牙 那就不叫出征 那叫出殡了 所以说那时候的江子牙应该没有那么老 另外呢江子牙还有一个儿子 就是激江的弟弟 他的长子叫吕吉 吕吉呢后来也继承了江子牙的王位 江子牙在商朝覆灭以后被周王封在了齐国 他是齐国的第一任国君 又叫齐太公 吕吉就是齐国的第二任国君 叫齐丁公 按史书记载 吕吉是去世于公元前975年 那也就是说是在江子牙去世的40年以后 所以大家可以算出来 如果江子牙是在他40多岁的时候 才有了吕吉的话 这已经是王晚了算了 那也就是说江子牙比他的儿子吕吉大40岁 江子牙去世以后 吕吉又活了40年 那吕吉去世时的年龄应该和江子牙是差不多的 也是130或者是140岁 这显然更加的令人不敢相信 宋朝呢有一部书也推演了一下江子牙的年龄 书的作者根据他当时能够掌握的史料 有些史料是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他推演出的江子牙的年龄是110余岁 那么我们就按这个年龄往回算 刚才我们说了江子牙辅佐周朝的时间大概是69年 那么110-69就是41 也就是说江子牙遇到周文王的时候他是41岁 或者说他不到50岁 那么十几年以后的木野之战的时候 江子牙也就不到60岁 而他所有的孩子也都是在他遇到文王以后才出生的 是文王给他安排的另外一段婚姻 十几年以后的木野之战的时候 江子牙也应该是不到60岁 仍然可以称得上是空无有力 那么照此推论 他的大女儿易江应该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嫁给了后来的周五王姬发 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姬城王姬宋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周五王去世以后 周公辅政 因为那时候按史书记载 姬宋的年龄还非常小 可能不到五岁 姬宋是周五王的长子 这点呢在时间上也就吻合了 同样道理姬子牙也可能是在四十岁不到五十的时候 生下了他的长子吕吉 所以五六十年以后姬子牙去世 那此时的吕吉也应该也就是五六十岁 四十年以后吕吉去世 终年九十到一百岁 这样呢就听起来略微显的合理了一些 所以啊关于姬子牙的年龄 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寻子 未了子以及刘相 说过的姬子牙是在七十岁的时候世周 因为这个年龄才导致后面的年龄变得比较离谱 所以啊如果不考虑七十岁世周这一点 那么姬子牙的年龄就会变得合理多了 那么是不是寻子为了子流向他们故意撒谎呢 这道也不是毕竟啊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上书距离姬子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五百年 在期间的很多的文献都已经流失了 况且即使是文献没有流失 我们也不能排除当事人故意撒谎的可能性 在那个年代经常出现夸大自己年龄的情况 这样能显得自己更加有神秘感 比如说你碰见一个人看他面相很年轻 你问他多大了 他可能说我已经二百多岁了 这样说会显得自己有先锋道骨不同凡响 刚才我们说的一江和吕吉都很可能是姜子牙二婚以后所生的子女 那么姜子牙的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子女呢 毕竟啊我们推散姜子牙遇到周文王的时候已经是四五十岁 所以他很有可能已经有孩子了 那么这些孩子又去了哪呢 这我们就要说说姜子牙的经历了 据战国策记载姜子牙是齐之竹夫 昭歌之废徒 就是说姜子牙在齐地是被老婆赶出来的 同时呢他在昭歌曾经做过卖牛肉的徒夫 最后生意也失败了 被老婆赶出家门 说明姜子牙当时很可能是以入赘的身份 作为赘婿入住妻家的 而赘婿的儿女是要随母亲的姓氏 这也就是为什么姜子牙遇到周文王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一儿伴侣 因为就算是有孩子也会留在他母亲家 据史料记载姜子牙的先祖曾经辅佐大禹治水 后来在雨下之际的时候就被受封于吕 所以姜子牙是姜姓吕氏 姜子牙这个称谓呢是我们后来的习惯称法 他实际上应该叫吕尚或者叫吕望或者叫吕崖 字子牙这个应该也是后来的称呼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有人称他为江上江望呢 因为到了秦汉以后姓与氏就已经不分了 在之前男子称氏 所以为什么姜子牙的儿子叫吕吉 女子称姓 所以姜子牙的女儿叫乙江 而到了秦汉以后姓氏不分 所以才有了江上江望这样的称呼 那么他的名字到底是上还是望呢 这点呢也是众说纷纭 我觉得叫上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在古时候男子的名字是用来让长辈来称呼的 所以他的名字就要尽量起的谦卑一些 不能太张扬了 这样很不礼貌 比如说孔子的名字叫孔秋 听起来就很谦逊 而上这个字本身就有很多的尊敬的意味 所以呢不太适合长辈来叫 而字则不一样 字呢是平辈之间相互称呼所用 所以可以起的张扬一些 各性化一些都可以 由此呢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叫吕望 或者说叫吕牙 因为在史书中也出现过几次牙作为他的名字 这或许也是后来子牙这个字的来源 而上这个字呢很可能是跟他以后的地位提高以后被尊称为上父有关系 关于江子牙的出身对吕国 在史书上呢也有不同的记载 在最早的史书中包括史记都说江子牙是出生在山东省 那时候的奇地但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已经基本上可以证明江子牙所出生的吕国是位于现在的山西省的西南部 在当时是正好处于商朝和周朝之间这么一个位置 当时那个地方也有大量的羌人在那里生活 而我们讲过江本身就是江 姓江的人本身就是江人 据专家考证一般来说江指的是女性 江指的是男性 称作民族的时候称为江 而称作姓氏的时候称为江 所以说江子牙是吕国国君的后代 到了他这时候可能已经是没落了 或者他本来就是庶出 他小的时候应该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这也为他的日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出生在商周之前 这也就能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去昭歌卖肉 又能在渭水遇到周文王 他投校周文王与周文王联合 也可以解释成羌人与金姓的周国人组成的一个反昼的联盟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周朝的人不是经常抓羌族的人做人生奉献给商朝吗 他们不是跟羌人是死敌吗 怎么还会与羌人联手呢 其实啊 羌是商朝人对生活在西部那些民族的总称 是泛指 而实际上生活在西部的这些人并不是一个民族 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祭拜的神灵都有很大的不同 彼此之间也是经常的征战 有的是支持周朝的 帮助周朝剿灭其他的部落 有的是反对周朝的 很明显 江子牙所在的吕国最后是站在了周王的这一边 那么江子牙又是怎么遇到周文王的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江太公钓鱼怨惹上钩这个故事 但实际上在史书上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 在史记中司马迁也并不确定江子牙是怎样遇到周文王的 所以他列出了三种可能性 一种的是说在周文王被商周王软禁于有礼的时候 散医生他们曾经找过江子牙让他出主意搭救文王 后来文王出来以后为了感谢江子牙就让他来周国做事 慢慢的得到了重用 第二种方式是江子牙自己找到了周文王 算是毛遂自荐在那里开始作官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熟悉的愿者上钩 在处词天问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是说江子牙在昭哥卖牛肉的时候遇见了周文王 当时周文王正好是去朝见商周王 突然听到旁边的牛肉摊子上传来了一阵歌声 看到一个屠夫一边弹着手中的杀牛刀 一边高声吟唱 文王一听哇商朝好声音 所以他就马上转身邀请江子牙加入周朝的战队 这就是屡望古刀而入周这个典故的由来 关于愿者上钩这种说法呢 司马迁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用了一个不太雅的词叫尖 说旅上盖长停混年老矣与余调尖周细薄 太史公不光在这里用了尖字 还曾经说过一饮欲尖汤无油 又用了这个尖字 太史公用字实在是太不慎重了 换到现在的话有可能会被罚款了 这个尖字怎么能随便用呢 好好的一个在儒家人心目中美好的先秦时代 被司马迁老先生搞成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然了这只是开句玩笑 这里的尖指的是用记毛或者说是屎诈 周门王有一天要外出行列 临行前他给自己干了一挂想知道此行的收获会如何 结果解挂的人就告诉他说 说您这次出气能捕获的是非龙非驰非虎非啤 周门王一听哦那我不去了 解挂的人心里想您可千万不能不去啊 江子牙已经在渭水之滨钓了好几天鱼了 座窗都长出来了 您要不去我跟他也没法交代啊 当然了这只是开个玩笑 史书上说解挂的人说您所获的是霸业之福业 据说呀周门王在遇见江子牙之前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中他梦见了天地身穿黑袍站在令狐京的渡口 对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帮手 他的名字叫旺 周门王没听清忙问叫什么名字 天地说旺 文王说再说一遍旺旺 周门王一害怕就醒了 他怕被狗咬了 他的爷爷骨弓胆腹也曾经跟他说过 要找一个叫旺的人辅佐他成就一番霸业 所以周门王在遇见了江子牙以后就问他 你是叫旺吗江子牙说是的旺旺 周门王当然不会一开始就任命江子牙为太师 他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一下他的能力 但周门王毕竟是善于食人用人 他用人之所长 他最开始任命江子牙的职务 是让他主管一些法律方面的工作 因为江子牙有多年的钓鱼经验 所以一定会非常擅长钓鱼执法 自那以后周国的财政收入成倍的增加 周国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再以后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江子牙辅佐周五王克昼 然后又协助周公弹东征平定了三间之乱 后来江子牙被封在了齐国 成了齐国的第一代国君 不过江子牙的直系后代似乎是不太争气 后系的直系子孙齐埃公被同族的也就是江姓济士的人告发 说他犯了剑阅之罪 最后被周王当着诸侯助公的面当众烹杀 再以后春秋时期田氏篡权 齐国再也不姓江了 江子牙的直系此地再次跌落尘埃 或许他们会效仿先祖子牙 继续在渭水之兵以直沟垂吊 希望再来一场君臣忌讳 不过时过境迁 调来的恐怕只能是寂寞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c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